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今天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美国的IIHS 公布了最新的撞击测试的成绩 另外如果你想要买小车 而且是锁定进口小车的话 我们来看看最符合台湾消费者 期待的这个口味的小车 有哪一些 还有更多车谈最新的讯息 今天也一并带大家来了解 好的话不多说 马上带大家来看看 美国IIHS公布了最新的撞击测试 竟然有三台的电动车 就是在Top Safety Pick Plus的最高安全 没错因为Top Safety Pick Plus 是IIHS的安全等级 最高的一个这个评选 也就是说符合这个等级 大概就是最安全的 但是其实还是必须要 跟观众朋友们报告 安全分为两个项目 自身的安全以及他人的安全 所以IIHS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 一个测试机构 叫做安全测试机构 其实不单单只是撞击 因为这个有关于这一次 你看到没有 扩选为Top Safety Pick Plus的车辆 是少之又少 是哦 因为因应整个车辆市场的快速发展 所以他现在的评选 越来越严苛 越来越严苛了 你知道撞击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没什么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 这些车以外 摔倒的那些车子 没有办法拿到最高等级的车子 是为什么而摔倒吗 市场在哪里 大部分都是在于行人侦测 因为现在行人侦测 又区分为白天以及夜间 对不对 你不可能晚上不开车 没错嘛 所以还有头灯的项目 我们以前几年在节目中 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夜间的侦测 可能跟头灯 又有相对应的关联性程度 所以你就会发觉 现在车坛所有品牌车辆的发展 眼镜上的一个转换 另外一个项目 则是在车撞的部分 很多车子表现得并不如预期 所以这就摔了一跤 那为什么呢 除了对于他人的行人安全部分 要能够强化 因为车子未来都要自动化 越来越自动 当然人关注的越来越少的情形之下 如果车子不能够辨识行人 怎么可以放着一台车 在路上这样跑 对不对 所以这是IAA学史 很大在意的一个重点 另外车撞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一部车 最脆弱的地方 可能就是车撞的部分 尤其是在行经交通路口 以后这些车子自己开 不用看车上 对不对 所以车撞可能会发生得 更加的激烈 如果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状况 那么车撞对应现在新世代车辆 越来越安全 尤其是电动车 越来越强悍的同时 因为它要保护电子 所以它的车体都超强的 结果 原来是这样 它也相对应提高了 所谓的车撞的一些标准 所以有一些 不能讲它不长进 有一些车厂就没有持续的 再去对它的车子去做更新 因为它已经把目标 它放在下一个世代的车辆制造的时候 它现行款的车辆 可能就没有办法通过这样子一个考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获得 这个Top Safety Peak Pass的四款车型 就如同刚刚冠宜讲的 有三辆车子都是电动车 包含 Hyundai的Ioniq 6 这个台湾有贩售 我们David哥也有买一台 冠宜你现在也开这个嘛 对不对 所以这其实已经获得了 最佳的一个安全认证 记得自己的安全 他人的安全 包含行人 包含车状 包含夜间的侦测 日间的行人侦测等等 都是非常高的水平 另外Genesis的这个车子 台湾其实并没有销售 但是它也是 现代集团里面的一个品牌 它是属于高阶的一个车种 比较高阶的豪华品牌的一个定位选项 另外是台湾有销售的Lexus的RZ Lexus也是属于豪华品牌 那RZ这个车子也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安全评选 所以你看看没有 有在往电动车这个去发展的这些日韩品牌 其实你会发觉它很多的东西都是领先欧洲车厂 安全也升级 安全也相对应升级 所以早期的旧世代观念 是不是要去做一些调整转变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持续的观察 但是你会发觉这一台车子就很特别 叫做Mazda的CX90 它是属于三排座位 七人座的负尺寸的这种 对我们来讲是属于比较大尺寸的SUV 那它是唯一一台非电动车的选项 那其实我个人对于Mazda 这几年来的一个走向 其实是蛮看好的 就是看好它往豪华品牌要进的这个进程 以前是一般品牌 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准豪华品牌 就马上要很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豪华品牌 范畴这个梯队的这个品牌 但也有人说它是假豪华品牌 我觉得不能这样看待 其实CX90算是它最新世代平台的 所打造的一款车辆 那台湾短期内不会见到 因为它在以对台湾市场来说 它是取代CX9 那台湾市场会先行导入CX60这个车子 在台湾销售 那十月份就会展开预接单 因为预计是在十月底的时候 就会正式的上市 那CX60正式上市之后 接下来的下一个产品才会是CX90 所以如果有这样子需求的消费者 我觉得你不妨可以再关注一下 这个车子上市的进程 了解 好 谢谢艾大我们带来了最新IHS的这个撞击测试 讲到MASDA呢 艾大有很多的正面的评价 当然它在小车的领域也做得非常的好 近期我们也看到MASDA推出了二十四年式的MASDA2 那很多人就说如果我想买小车的话 MASDA2的确很值得来参考 但是台湾市场到底还有哪一些其他事也是进口身份的小车呢 大卫哥帮我们整理一下 只要你整个把这个小型的那种迷你车 这参开来看的话 这小型行为其实车上选择还很多 你看这里列举的这五款都目前市场上主力的车型 不管是进口国产都有 对 只有一个国产 对 国产也有 然后你看 像首先我先讲的Suzuki Swift Swift这部车子它国内引擎 它一直是Suzuki在国内一个重要车型 我们通常以为说就叫Jimmy Jimmy也是有行无事 有钱也买不到 真正大家喜欢买的还是买这Swift 它在国内一半的销量里面 它就占了快 就是它的在国内今年卖的数量四千多台 它里面就占了两千三百台 没错 小车专家 对 小车专家 还有其他Ignus什么都有 它这台车真的是真好看 我不管大人小孩 很多女生看了这台就学习 这个小的刚刚好 我不管它虽然是在这里 列车车型都超过四米 只有它在四米以内 但是外型没有 它比它更可爱 因此这部车子它卖的也相当好 它有1.2跟1.4 而且它的油耗很漂亮的 它这1.2的部分 它居然可以来到22公里 每公升可以跑到22公里 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他的 摆在其他面前 它完全是不输的 所以对这种经济 然后又要日系 又要原装进口的 Swift在市场上 它就有它的一席之地 那至于这第二台 Honda Fit 刚刚刚一看 它就是唯一的 唯一国产 唯一国产 可是很有面子 它给的两款车型面 除了1.5之外 它最重要还有一款 E-Half的车型 是的 这E-Half车型摆在这里 这显得它是高科技车款 对 而且唯一选择 对 它唯一选择 而且也卖得相当好 虽然它价格来 也是来到了 大家感觉到 好像进口车车价了 82.9万 但是大家一想到 这部车子 它油耗可以来到 26.9公里 它的主动安全 基本上完全是在 这些车子 不分进口车 不相上下状况之下 你觉得这部车子 看起来就像一个 有带发电机的 这种电动车 电油车 对 电油车 这款车子 它在市场上就有很高 而且Beat在市场上 它空间过去就很稳 没错 空间这真好用 然后再来它外形 看起来就四平八稳 视野也好 开起来 我说假如我女儿 要给她买车 我一定给她选这一台 对 因为它现在 很多料件都是进口的 对 对不对 板件那些 板件等等 都日本来的 我觉得它做的也是很齐心 至于马自达2 我常说 马自达 刚刚爱达讲了 它是一个很积极的 人家虽然说 总体觉得说 我要做高级品牌 大家就说我不行 其实他说 那没有关系 我自己好好努力做 刚刚CX90 我们即将导入CX460 它都展现了 它在机械上的努力 包括在CMazda 2 我是觉得 它在小车里面 它走的是精品路线 外形上 虽然它推出一段时间 这次是二度小改款 但它在车头上 它又做了一个 更精致的一个设计 对 这混动之意 它展现出来 然后换上新的配色 内装上 虽然没有说大变动 但在质感上面 我觉得 它的缝线 它的一个配色 我觉得就是有它的味道 而且它在车型上面 它有做一个结束 就单一车型设定 大家都是两款车型来做 它只有一款车型 让你也选择简单 我觉得不到87 8.9万 我觉得很标准的 让你很耐用的 一个自然经济的引擎 让你也有很好的用法 17.9 这就是马自达 它给你一个 四瓶八瓶 当然我也是 日本原装进口的车型 是啊 没错 质感也是不在画像 质感不在画像 再来就Skoda发表 这台车今年上半年 卖了快800辆 你就是可以看出来 在这种欧系 这种小型先辈车 它绝对是在第一把交椅的 同级最大空间 同级最大空间 我们要说它是变成大发了 而且它不只是 同级最大空间 它外形很好 你看它配色 对不对 里面单拎布料 怎么配置等等 连那空台 都有很多 做很多细致的一些 一些这种设计 活泼年轻 我觉得它不是走一个说 我在VA7期望 我就是一个 大家觉得说 我不是 我是走大众品牌的 可是它在这种 大众品牌里面 它也树立出 一个有精品质感 我觉得有精品质感 有设计感的车型 没错 然后它动力上面 有1.0 1.5 然后动力 110米 150米 150米 狮子里面 这里动力最强的 这种开在路上 当然就有动 就看起来就很动感 油耗来说 也就是17到19 表现这么好 难怪它可以卖这么好 没错 那至于你觉得说 我非得要一个 正规德国品牌的话 那当然就福斯Polo 福斯Polo这款车型 它就是1.0 配给你 然后是标准的一个设定 规规矩矩的 你要开个就是 我要这种福斯的 当然它的设计上面 它当然有 它的很那种 数位仪表什么 看起来也觉得说 它是只有走 它的德国的质感 德国的科技感 没错 好 谢谢大卫哥的分享 当然在这个小车里面 你看也有日系的 也有欧系的品牌 让大家来选择 可是你说 这些的价格 有没有再更亲民一点的 有 这两款小车 大家也来关注一下 小钟 有 对 就这两台微型车 这比刚刚大卫哥介绍的 那几台再稍微小一些些 比如Picento它车长 大概在三米六左右 那一个女士的话 这台车就稍微 又再多一点点在三米七 但不管怎么样 在我们认定里面 都是属于微型车 对 那因为车子比较小 但是价格部分也比较亲民一些 比如一个女士的话 它是单一车型 就是六十九点五万 那Picento的话 其实它提供了蛮广泛 像入手价只要五六点五 然后在最贵的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 以GT-Line为基础 这个Laptal Edition 你说Laptal Edition 对 没错 有通风的一个 对 好推好推 就是它比这个GT-Line版本 多了两万块 可是它多了这个 第一个两张座椅都有加热功能 然后驾驶座再多了通风功能 然后那个化妆镜 天窗 对 天窗也有 然后还有这个化妆镜 有自带柔光的效果 我们女生化妆起来会更好 更漂亮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在化妆 然后所以在整个价格带里面 它提供五个车型做选择 那势必它可以更符合选择更多样 看你的需求 看你的预算去做调整 好 那动力部分的话 都是1.2升的这个四缸NA型 但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 一个女子多了12V的轻油电 我觉得12V轻油电 最近还蛮夯的 因为XL出来了 大家讨论12V轻油电 到底是油电 但我觉得 应该这么讲 它不管怎么样 它相较于 如果你没有所谓 带出熄火的功能的车子的话 它确实有效 可以降低这个油耗部分 尤其是像一个女子来说的话 它在时速低于大概15公里之后 到15公里到禁止之前 基本上已经可以禁止 它可以熄火滑行 对 所以它对油耗的这个 帮助就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看 在平均油耗部分的话 确实差异还蛮明显的 一个是18 然后一个到22 那我觉得以一个小车来说 油耗数据差到4 确实是一个蛮明显的差别 那其实动力输出的话 是差不多 因为其实12V的轻油电 基本上它马达的助力 是非常非常小的 它不太能够对于动力 有明显的帮助 还是回到说带出熄火 带出滑行这个主要功能 所以其实整个动力输出 跟马力跟扭力 两台车都差不多的 那并度像是很大差别 我觉得也是大家 我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对这两台车 可以有兴趣的话 去开一开 看你喜欢哪一个 那皮肩头是自首牌 是单力射器的自首牌 它确实需要一些 比如说我个人建议 一些小技巧 对你在升档的时候 你需要稍微收一点 回一点油门 再踩 有一点多一点 所谓的手牌车驾驶的概念 的想法在里面 那你说它不好吗 我也不觉得 我对这件事情 蛮好奇的 我问了这个Key 他说其实 他们的女性的驾驶 都说没有什么问题 对 对 原来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般人觉得 你这个还要手牌干的去开 好像平身度比较不好 是不是女生比较不喜欢 没有 其实有超过一半的车主 都是女生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讲鬼讲 那你自己去开的感觉 你喜不喜欢更重要 因为它反而是多一点 所谓开车的感觉在这边 而且外型很讨喜 对 没错 重点就是生命会早出路 我买菜车 我就想办法去适应它 是不是 对 或者说 我就是要通风座椅 我就要天窗 因为在配备上面 确实 英格尼茨会比较精简一点点 坦白说 因为你有时候不比 没有伤害 一比就高低差别 对 然后无线Apple Car 或者什么给你 对 是不是 那我真的如果 真的很在意油耗 我就是要轻轻计较油耗 当然油耗22的英格尼茨 也很好的选择 所以车小归小 但是其实细节上面 很大故一样 那还是回到刚刚建议的 去开一开 其实自首牌 有时候不是大家想象中 那么的不好 也许开起来很好玩之类的 然后CVDV 那有时候 大家觉得还很平顺 那也许你看起来 觉得很boring 很无趣 有可能 所以小归小 但是还去开一下 去比较一下才知道 大家各自的需求是什么 没错 好 谢谢小钟 所有的车 自己要亲自去开过 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 而且我们为什么 要考虑小车呢 因为近期在台湾的 小车市场 实在是泰汉话题超多的 如果你想要买休旅车 又不想买大台的 当然最近这个跨界休旅车 尤其是跨界休旅小车 真的是话题好夯 尤其是MG最近推出的 这个ZS 大家说真的配备非常棒 很优质 而且大家也关注到了 MG还有另外一款新车 听说最近大改款的预想图 也出来了 这一台MG3 它其实在这个车系 已经是第三代的车型 它第一代车型是2008年推出 然后因为它当时的时空背景 它是借壳上市 它就是用以前那个Rover的小车 来就是给它改变一下 变成MG3的第一代 后来2011年再推出第二代车型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预想图 它是第三代车型 那这台车呢 它其实以前呢 它在这个中国市场 还有欧洲其实都有翻售 那在这个中国市场 它其实有一度 它是相当热销的这种 算是这种入门的先备车 因为它的价格非常有吸引力 它的这个价格设定大概是 六万到 差不多接近台币三十万以内的这个设定就对 大概六万到十万人民币的这个区间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可以用这么便宜的价格 然后买到一台 就是它至少是挂着一个欧系品牌 而且的质感啊 还有它的整体的配置 都还算不错的一台小车 所以说呢 因为现在这个第三代车型 它就是看着瞄准 就是说MG品牌 它就是现在中国 它出口到欧洲的这个销售表现 越来越好 那对于说这样的先备小车 又重新有这个需求量 所以说开始有这个第三代车型 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外观 你有没有发现说 它其实这个预想图 它好像结合很多品牌的一个影子 对像这个车头 其实我觉得很像韩系车的设计 有一点 对然后我们看这个专利图 你看它某些角度 好像又有一点像 上一代的宾式A class的那个轮廓 有耶 你这样讲起来 对其实整体来说 它就是一台 就是我觉得蛮吸睛 而且又耐看的这种先备车 那这台车呢 它就是因为目前 它还没有说正式发表 那如果说按照过去的 这个配置的方式 它应该就是搭载这种 譬如说一点三 或一点五升自然进气引擎 就是还是一样走这个路门的路线 然后你看它像这台车 它这个是已经 已经有这个卫装贴纸在这个路上测试 而且它已经是在欧洲测试了 所以这代表就是说 它未来它主要还是要进军欧洲市场为主 那当然大家都关心说 那这台MG3 台湾会不会贩售 因为毕竟你看像MG HS ZS 在台湾贩售之后 其实它的升量也是蛮好的 尤其台湾在这个入门的先贝车 譬如说像Yaris 或是像Core Plus 这些像Yaris已经停产 变成Yaris Cross 那Core Plus 它这个车型世代又非常的长 那未来这些车退长之后 那会不会有后继者 大家都在敲碗说 那这个MG3有没有希望 因为刚才我们也看了很多 像进口的先贝车七八十万 那可能便宜一点的五六十万 那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价格在继续下探的 这个入门的先贝车 进来台湾市场 其实我是觉得 机会蛮大的吗 有蛮大的机会 可是不会是在这几年 因为我们再看一下 HS跟ZS 但它不是说一年一新车 那它接下来会有什么车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之前 应该是MG4 这台车会在MG3之前 因为MG4它会是一台电动车 纯电的车型 然后进来台湾 而且它是尺码稍微再大一点 中型先贝车的尺寸 那这台MG3 因为毕竟它可能2024年 才会发表 那过去我们看一下MG 它都是这些车型 在国外贩售一阵子之后 台湾才会推出 所以我觉得可能至少 只要等两三年以上 才会有机会 了解 好 谢谢阿克的分析 想到说MG3呢 大家为什么 其实讨论度蛮高的 是因为在台湾的市场 你会看到像Toyota的Yaris 也退场了 然后Tida也退场了 所以在小车的市场里面 似乎这一块 就变成了一个大空缺 但我们讲到小车 不知道观众朋友 有没有想到 之前曾经在台湾 真的卖得非常不错 而且年轻朋友非常喜欢 就是福特的Fearstar 历经了47年 最后没有想到 还是划下了据点 而接下来也听说像Focus 还有甚至于KUGA 也即将要停产 那么福特接下来会有什么车 大为哥 所以讲起来 好像福特都快没车了 其实他们产品价还是很多 然后也有新车要继续推出 然后我们会说 那这样福特有什么车子 会有机会 那我们就注意到 在欧洲的福特 它除了Fiesta之外 它有一款车型叫Puma Puma这一行 它以前是一款设定比Fiesta 更小的 甚至走的是三门路线的 这种小迷你型 即便就sub迷你的这种小型车 但是它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 改款改朝换代的时候 它化身为CUV的一个造型 CUV 4米1 然后这也是五门的一个小车 那这款车子 当然已经也推出一段时间了 现在它要国外推出小改款 小改款的这样子状况下 它这款车型 据说也要推出纯电版 在小改款的时候 一个是外形做修整 在动力上面 除了既有的燃料 我们都不去管它了 它就要放入大家 比较现实性的纯电 这一放入纯电 大家就觉得 这车子有没有机会 首先我们先看外形 外形大家说 这外形比改款前来得更好看了 是 有点跑格 对 车头头灯 车头的水箱照 乃至于气霸 它都做了修改 修改之后 假如说按照这样走的话 的确这破码这蛮好看的 然后再来 它用的重上电池 大家推测 它用的是55度电池 55度电池 130匹马力 然后这个续航里程 大概400公里以下 但是它是充电10分钟 预计可以跑85公里 大家对它电动性能的推测 这种适合都会来使用的车型 这样设定来说的话 它的对手是谁 像是PUGEL的12008 国内也有引进 所以不是说它这么小就没有机会 只要这个产品可以 价格可以谈得出来的话 当然它就有机会 对 而且这部车子 它目前在车型上面 它是尺码我刚刚已经点到了 它比我们刚刚讲的Yaris Close 还要再小一点 Yaris还有一点 还有四米二 四米三 四米三 对 这部车子是四米一 所以它更小一点点 但小并不是 也不会说那就不好 而是说它更好开 更好用 对都会女性来讲的话 单身的话 它是会很好的一部 都会的纯电车 然后有没有机会来 当然假如你进口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 这个价钱一定要谈得出来 对 假如你说要拿到像什么MG4 MG3什么拿到台湾来国产的话 那就有挑战了 因为这部车子毕竟它是欧洲的设计 欧洲的规格 假如你说对岸中国大陆 或者亚洲东西什么的 他们这都有共产 亚洲亚太版的话 那还好说 因为没有亚太版 叫国产很难 假如你说它进口 那就关键 价格能不能谈得出来 对 毕竟是一台四米的这种 跨界微型的CUV 对 很挑战市场 好 除了刚才看到的福特接下来 有可能会有这个大改款的铺码 跟大家介面 还有纯电车型之外 我们讲到停产这件事情 还有一款非常有个性化的车 那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讨论过 它也要停产了 对 就是mini的clubman 那之前我们介绍过 其实现行的 应该说已经停产的clubman 它就是所谓很特别 六个门 除了前门后门之外 它的尾门的开启方式是两个对开的 所以对开的方式也就是说你整个加起来就六个门 那大家会觉得六个门 其实在车毯上的一个设计确实比较少见的 那Coverman其实早期 从最早初代的老mini来说 它就从用这个三门的车体做延伸 把屁股拉长 然后再加上就是对开吻门 它一开始最初的这个弹生目的 就为了有更大的车式空间去载货 它最大目的是这样子 那当然等到这个全新世代的这个mini出现之后 Coverman还是延续出来 不过呢 其实也因为mini后来又发展出了Countryman 都是五门 那当然Countryman是比较偏向休旅车 比较底盘比较高一点 然后可能车式也在挑高一些 让你车式空间更 机能性更多 更宽敞一些 所以事实上mini他们原厂也说 确实Coverman后来在跟Countryman对比之下 Coverman的空间也好 这个性能也好 其实已经被Countryman取代了 就它的市场没办法切分到这么细 你想Coverman就是一台 可能是H3门的这个mini 然后多了后门之后 再多了这个屁股稍微拉长一点点 但它又没有到真正所谓 我们印象中的Wagon车型那么的长 那Countryman呢 它又是像大家时下最流行的 最喜欢的休旅风格的SUV 那我一定要有后箱的功能 所以在我这个车型设计上面 是大家最喜欢的 然后在功能性上面 又跟Coverman 已经取代了Coverman的一些 一些特质上面的话 确实就变成说需要一些取舍 那也回到尤其Countryman 也才跟所谓的mini的三门 才刚发表大开关车型 那也代表也证明了Coverman 是真的不会有后继的 那大开关的Countryman呢 它也在把车子放大一些 它从原本上一代的4米3的车长 放大到4米4级 所以代表它车子空间就更大了 再加上它除了存油的部分的 动力之外还有存电 还有这个丹马达前区 跟松马达市区 所以它只能选择 上面就更多样了 代表它其实希望靠着这个Countryman 或许更大的市场 那也很可惜Coverman这种 因为它很大的特色就是 后面这双开尾门 那我不知道也许 会期待这个Countryman 后门尾门变双开 因为两个融合一样 有没有天马行空想象 希望 对 迷你是比较没包袱的 一个新的品牌 一个新世代的品牌 存电如果是这样 有六个门的话 的确是还蛮不错的 有实用性是不是 对 六门的电动车 听起来就很炫了 超棒的 市场上唯一选择 但我们刚才讲到 有一些车款已经停产了 对不对 例如像是Clubman这一类的车型 在台湾大家很关注 可能也许跟销量有关系 也许卖不好 你可能就面临停产的问题 可是像Toyota的Yaris 在台湾卖得很好 也相信了这个停产了 但是在国外 我们看他不只要进行大改款 而且他的战力还提升 在台湾 商费者觉得怎么看得到 买不到是不是 其实我个人认为 就是台湾的Yaris停产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国外改款的Yaris 都变得太帅了 会这么讲就是因为 其实我从很多那种你知道那种 影视八卦的一些新闻 看到好像这些大明星 他们出门有时候想要伪装一下行踪 都会开Yaris出门 因为这台车 他们去租i-ray吗 对因为这台车就是好开实用 而且又低调 对就是可以说是这种国民的 这种就是生压 这台呢 因为它在这个台湾 已经变成Yaris Close 它这个仙背车板已经停产了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包含说像泰国或是马来西亚 其实他们在今年都有推出一些改款版本 像泰国的版本 它是把这个车头改得有点像 Prius一样的那种风格 整体看起来变得很帅 然后在这个马来西亚 它最近也是推出了这个改款车型 可是马来西亚的改款 它是着重在这个配备的升级 包含说它在这个内装 换上一个9寸的大萤幕 然后这9寸的大萤幕呢 它还整合就是这个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功能 另外呢 它也加入了这个无线充电的这个装置 然后这样全部加起来 其实整体的价格还比在台湾贩售还要便宜 它整合台币不到60万元 所以说你看它就是一台 就是真的又实用 然后现在这个内装的这个整体的配备 又是升级了许多 那当然台湾其实未来买不到这样的 这个入门鲜贝车是有点可惜的 那其实我们也持续观察看来说 之后Yaris Cross它的销售表现 跟过去的Yaris比起来 到底是会有 就是落差会多少这样子 台湾因为有时候是碍于法规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车款我们就在国外 觉得好香喔 是没有办法引进台湾的 就像是近期我们看到这个德国的 IAA的慕尼黑车展上面 看到中国的车厂大秀肌肉 也让这些德国的车厂秀到了危机 因此也寄出了在欧盟寄出了这个 所谓的反补贴的调查 这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艾大 这个事情其实是蛮有趣的 真的是本来用数字上来看 大家就已经知道中国出口的电动车 在欧盟算是第二大 第一大是特斯拉 但特斯拉也是中国做的 是品牌 不是中国品牌 结果在这个IAA车展上面 这些中国品牌 在车展上面可以说是重重的 给了欧洲车厂一级 所以欧盟现在真的是开始着手 在做这个所谓的反补贴的调查 也就是调查中国的车厂出口到 这个欧洲的这些电动车 反正讲是讲调查 意思就是要阻拦你 但是其实这间接的什么 促使了这个中国车厂 在这个欧洲的设点生产制造 因为其实这些中国市场本身 也要把他们的电动车 推到北美市场去 但是北美市场也是一个所谓的 本土品牌的保护政策 所以你会发觉这个美国 也是吉利的封阻 拦阻 这个中国品牌的电动车 到美国市场销售 所以它在美国本土电动车的 一个补贴算是非常的多 OK 那在这个中国车厂意识到 往北美去也不行 往欧洲去又被反补贴调查 怎么办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加速到欧洲生产的一个脚步 所以它把这些车厂 挪到这个欧洲去生产 也就是洗产地 洗产地了之后 那欧洲这个欧盟就没办法去说 你这是中国制造的 你这个反补贴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你那冠宜问这个问题有趣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是 其实因为我们在台湾来讲 是无法进口整车 从中国大陆制造的车辆 没错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制造的一些车 不管是电动车还是燃油车 我们台湾都不能进口 所以如果这些洗产地的车辆 挪到了欧洲去生产了 那也不能讲洗产地 它事实上它是欧洲生产的 欧洲生产之后 那就可以到台湾来销售 先不管品牌在台湾能否推动 我觉得就可以销售 因为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些自主品牌 其实很多品牌都会受到影响 非中国品牌 但是是中国人 中国拿了这个大股东的 在中国生产 譬如说Smart 譬如说Vovo的电动车 Polestar 对不对 这些车子 这些车子如果挪到欧洲生产之后 这样子就可以进来台湾 就符合台湾的要求 也就是说可以到台湾拿去销售 但是因为不同的品牌 它有不同的一些想法跟作为 例如说 主要还是在于中国的自己这些自主品牌 新创品牌的电动车在台湾 尤其是以比亚迪这个品牌为主 是 没错 好 看得到买不到的车款 在台湾还真的不少 还有一款车也非常适合台湾的环境 可惜这款车日本限定 这一款车就是日本限定那种KCar 大家都觉得在台湾好适合 好吧 那这个KCar 这款车因为在八月份进行了改款 而且还推出了一些套件 直接就是限制这个迷你版本的德利卡 是吗 对 你刚刚讲的这个 好像日本人喜欢的小车是哪一款 就是本田的N-Box 这台车子跟我们一般想像什么 Civic NSX什么完全不一样 它就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高顶的小车 这部小车在日本它卖的真的好到不行 可以看一年在日本可以卖到 差不多两三百万台 这个N-Box它就已经占了相当一个数量 它这次推出了改款之后 马上Mugan就是无限了 居然马上就推出了它的套装配件 天哪 因为市场主要抓马 现在像这部车子你看 它装上Mugan的套件之后 你看前下巴这一圈七八 后老驴尾一都加上去了 我真的想这部车子是开多快啊 需要这么强大的空力 帅啊 低巴 对 没错 加上去之后 让这部通装车自己动的时候 妈妈开着带着家人的出去 小孩去购物的 突然变成一个时尚跑趴的小车了 这部车子这样子配起来是很帅 事实上大家就说 这部车子分明就是要跟这个 米兹比喜另外一款车子 也是K卡车型 叫德里卡迷尼来抗衡的 德里卡迷尼这款车 德里卡以前是大车 是商车的 换到这K卡之后 转身变变成毫无复古风味的这种K卡 而且他有一个 做了一个特式车 叫Coleman 这Coleman强化它的露营特质 把这部这个德里卡迷尼 变成一个好有羞雄风味的小车 虽然说你说这两部车子 刚刚跟我讲的这个 Mbox Muget 这两部车子 是不是说这两个 一个是露营 另外一个是走那个潮位的 不一样 其实它都是一个 基本上都是一个高顶的 短车身的方正车型 对准的市场 它基本的客群也都是家中的第二台车 那方便好用省油 而且较便宜 因为这部车子 你弄到载贵加Turbo什么的 也不过不超过 就是日欲含新台币 就算成新台币 不超过五十万 所以像这种车子 在日本就是非常受到欢迎 真的 所以我们每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看到满街的K卡 你就觉得 为什么台湾没有K卡 这种车的设定 就是适合台湾啊 就是我们的停车尾是一车难求 我们也需要有空间 所以那种瘦瘦高高的K卡很适合 那很多的网友就要问说 为什么台湾不能引进K卡 好 应该说K卡来稍微聊一下 K卡当初诞生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日本那时候 二次事件大战结束之后 然后日本政府觉得应该要推动一下 这个让大家都比较能够买得起这个相对便宜 清明的车子 所以他推动这个所谓K卡这件事情 那这种轻型车 那他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限制 比如说车长不能超过三米四 然后车宽只能限制在1480mm 所以他很窄 然后在车高你可以达到两米 所以就符合 大家去日本现在 日本街头看到就是很窄 然后很高 那因为你车身高 因为他长度跟宽度被限制住 那我车身高一点的话 至少可以让我的车内的空间机能运用 可以更灵活一些 那另外呢 他的这个引擎不能超过排气量 660cc 这最大的重点 马力也限制在64匹之内 所以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现在造成说这个我们 另外一个很大重点 现在买日本买K卡的话 你不需要车位证明的 所以也能够让这个大家买 因为我这台车是更轻松更简单的 不仅便宜 然后空间机能大好用 外形又帅心 那发展那么久了 然后再来就是你不需要车位证明 那到底能不能引进来台湾呢 我觉得第一个最明显就是 因为他这个K卡就是 for这个日本内需使用 所以他没有左架 这最最最限制一个状况 你没有左架 你当然不用考虑 引进来台湾 再来就是因为 也是因为这个K卡是 for这个日本内需 所以在所谓的这个安全规范上面 我们不是说K卡不安全 而是因为在那么小的尺码之下 我要符合大空间 机能性 甚至大家看到K卡 所有的也许是 还可以走到户外凹豆丰 然后那么小车体 我可以让这个空间 运用到极大化 在那么多的要求之下 也许在这个安全设计上面 就没那么的周全 需要做一些妥协 那你说 真的有左架K卡 那进到台湾 那另外关键是 那你左的安全规范 安全法规认证 到底又是另外一件事情的 所以因为是这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K卡 就是很适合台湾市场 怎么那么小 那么可爱 那么高 高方便性 那么好用的车子 但第一个没有左架 再来就是 他们本来就没有想要把车子 做出这个海外输出 反正是否内需事实上的 所以也不是说 台湾不引进 就是那么多现实状况之下 K卡应该还是 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不会在台湾见到的 节目的最后 大家还记得吗 上次爱大带着我们去体验一下 飞机的这个模拟器 对不对 那如果说在飞机上面 你发生了一些突发的状况 到底要怎么样缓解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生命安全的危险呢 一起来看看 当然在这50分钟的路程中 我们一定要找一台驾驶舱 最有飞机感体验的一台车 这是Perjue的408 重点在于它低转速的时候 就可以输出90%以上的扭力 所以我们现在在市区里面 驾驶是非常的轻松協弈 OK 介绍完了拥有飞机驾驶舱的 Perjue 408 那我们现在带大家去开飞机 我要一飞中间 这个飞机的自动驾驶 真的是相当之间 像我这个初次体验 波音737驾驶的小白 拉着这个操控感 想要把这个方框跟瞄准 在十字架里面 我告诉你 超难的 捷机 捷机 不要动 捷机 捷机 没想到模拟飞行器 竟然出现了捷机犯 在5000英尺的高空上 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化解危机呢 那像迈克教官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该怎么处理 基本上这个时候 一定是先安抚歹徒 你要干嘛嘛 先去喝个饮料嘛 没有啦 没事啦 我只是讲你要继续站在这边 因为这时候 歹徒手上拿的可能是致命性的武器 他随时都可能扣一下板减 对 那这个时候一定是先按照歹徒的话去做 那另外一个呢 就可能偷偷摸摸的在下面的 这个寻达器上面 打上一组号码 那我们看到这个号码 航管看到这个号码就知道 这台飞机被接击 所以我要负责跟他哈拉 然后呢迈克你就打上这个 寻达机是告诉航管知道 我们被接击了 对 那只要这个号码一辆 一打上去之后呢 航管的那个雷达萤幕上面 就出现红色的东西了 对 所以也不用讲 大家都心知读明 这台飞机糟糕了 糟糕了 那有的比较有经验的歹徒呢 就会可能会说 诶 不要乱动哦 手在干嘛 所以他是菜鸟 对 他是歹徒新手 OK 对 像这样 那我们看电影有的时候 飞机里面也会有枪 所以有机师就开一个盒子 拿个枪把歹徒干掉的吗 也是有 飞机上也会有配国际刑警 他们可能就躲在乘客里面 他们就是合法配枪在飞机上的 所以每一班飞机都有吗 不一定 都可能都会有 只是我们不知道 哇塞 真是厉害啊 好啦 那你可以退场了 好不好 所以在这个驾驶舱里面 真的是还蛮多事情可能会发生的 很多语气外的事情 是 那就刚刚像迈克教官提到的 像为什么台风天 尤其现在的反强声音 哇塞 这个台风真的是太多了 那台风天的状态 为什么这个飞机 就不适合骑飞 这个台风天呢 你可以把想象成 你现在在路上走路 或是系脚踏车 那你骑着骑着突然一阵风打过来 那你身体一定会偏嘛 对 那飞机他们也有抗风能力 是 那抗风能力超过一定的等级之后呢 我们是不好操控的 就好像你现在开车开一开 开到这个泥巴路 泥土路 offroad的时候 你飞机就一直轰一轰 那有的人不会晕机啊 有的人他连开飞机平平的 他都会晕机的 是 那麦克家官乱流的时候 通常我们驾驶商里面在干些什么事 一样是依照这个自动驾驶的部分 不用理他 我们会看程度 那要接近乱流之前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症状 例如说前面会有一些 一点一点的啊 黄色或是红色的 是 的这个涂层 我们在接近前 也许就会先用安全带灯 做空解 OK 那遇到紧急乱流的时候也没办法 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所谓的晴空乱流 这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因为乱流太强了 也有可能会害自动驾驶跳脱 哦 自动驾驶觉得他handle不咬 他就跳开了 对 因为他 跳得很迷晒啊 对 电脑表示说我hold不住了 电脑hold不住人hold得住 人不电脑还要再反应快一点 真的哦 感觉到我们风飞机被往左边打 我就会很快速的往右边 往左边 这个另外一个 像你刚刚这个动作 我们如果是设定这个自动驾驶之后 我现在在推拉这个操控感 都会有影响吗 会 不我再转大一点呢 飞机机会说 你今天想要自己飞吗 OK 那还给你 他就还给你 他就会叫 是 那像我们现在就推个杆子 他就提醒我说 我现在飞机被动了 你是要自己飞吗 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还有多久要到桃园机场 我们已经在桃园外海了 我们要进去了 是 我现在看到我们是在外海没有错 但是我跟完全不知道机场在什么地方 对 现在在我们的后方 那我现在做一个转弯之后呢 我们就要降落了 那其他东西都设定完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降落就好了 因为像我之前驾驶那个小飞机啊 是 觉得出发的时候没有像刚刚从送到机场出发 这么恐惧 其实起飞反而还好 最恐惧的是后推之后要自己操纵那个前面敌人 我觉得那个速度又快 然后又没有办法把飞机控制得很平稳 当然再来呢 现在要进入那个桃园中镇机场 我就觉得有点恐怖 因为当时我在这个关岛驾驶那个小飞机 降落的时候真的还是蛮恐怖的 因为最怕的时候就是要落地的那一瞬间 对 我们准备要放下机了 那请爱大帮我把它往后拉之后往下放 往后拉 对 往下放 好 那现在机轮舱打开 然后开始放轮 轮放下之后亮绿灯 OK 对 这表示我们轮子放完了 这个呢放轮转到3号 这个是什么 自动刹车 自动刹车 因为我们落地的时候呢 没有空在踩刹车 是 我们等一下落地可能会因为风向 搞致我们飞机会偏移 那所以123是刹车力道的部分 好 那我们 所以我前面那个就是跑道了 没错 前面的跑道灯 开始有个恐惧感 好 那速度继续帮我捡到151 151 OK 那这时候呢就会再跟空解 所以是要落地了 看到跑道灯了 对 好 那准备接手飞了 OK 好 那一只手放在油门上 那两只手大拇指都有一颗按钮 那个是解除自动驾驶的按钮 这里 坐这里 好 你已经按了 好 你要开始自己飞了 OK 好 那这边有自动油门解除按钮 OK 好的 那这个时候就一直跟 一按跟着十字加飞 好 一直跟着十字加飞 然后慢慢去追着十字加飞 OK 这样子 那等一下落地它会倒数 不然它觉得5040 你听到往后拉一点点 你听到50的时候呢 你就把你的右手收完 收到底 收到底 对 然后30的时候呢 你的左手呢 就轻轻的往后拉一点点就好了 嗯 好 往前一些些 往右一点点 好 往前一些些 对 对 上来一点点 好恐怖哦 看它这跑道超恐怖的 看它这跑道超恐怖的 有点偏堂的 对啊 我觉得我都歪了 好 再往前一点点 好 拿一点看是 所以 这是搭什么 好 提起来 对 这个是反推 反推 反推 没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飞机落地之后 它不是引擎会打开吗 对 就是这个反推 哦 对 好 速度慢 速度慢下来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反推关起来了 关起来 对 我都觉得我的飞机是歪的 没有 还没有速度跑道 还可以接受 OK 好 速度慢下之后把它关起来了 关起来 对 关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一样用我们刚刚左手的控制杆 把飞机滑出去滑行道外 还跑道外 我刚经历的我史上最紧张的过程 观众没有 我都冒着很汗了 这个开这个大飞机啊 下降在中正机场啊 那个跑道啊 然后觉得下来的时候 飞机是歪的 我超紧张的 这个左手控制这个方向 真的好难哦 迈克 对 轻轻的就好了 轻轻的就好了 就是 如果转过头 不要反方向感 OK 它就不会像 一直蛇行了 不然那个地形 可能在那边切切也是有时候 那机囊可能有喝哦 哈哈哈哈 那看到这里怎么停呢 我们脚上的踩刹车 OK 我们就慢慢的往上踩 好 就踩下去 停机之后我们就要拉手刹车 OK 对 拉起来之后呢 地形呢就给我们指示 我们可以熄火了这样 那熄火之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电呢 接到我们的APU去 是 那这时候可以 这个两个拉起来之后往下放 这个 1跟2 拉出来往下放 嗯 OK 这个声音就是哦 啊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声音 对 没错 哇塞 那我们就会把后面的程序做完 做完之后呢 就会下课 下飞机啊 嗯 终于下课了 我现在要去好好平复一下我的 紧张的心情 真的是既开心又紧张 然后呢 这个心跳加速满头大汗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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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